歡迎來到齊凱的新聞現場 馬英九要去接國民黨的黨主席 說至少有三大理由 第一個是什麼 比較遠的原因是什麼 馬政府剛上台的時候 立法院給馬英九提名的 考試委員跟監察院的人士 夏馬衛 這代表包括沈富雄 等一下來討論一下 盡責是什麼 包括高達適照今年度的 國營事業的預算 遠看又要召開臨時會 就之前審是有狀況的 他等臨時會才能夠處理 另外第三個更重要的 馬英九的證件跟證績 因此打折扣跳票 無能的這個印記 當然蓋在馬英九身上 所以他這三大理由 他決定至少要跳下去 不能再不沾鍋了 其實這三大理由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黨 政府 院 這些相關的單位 他們在整個溝通跟協調 耗費太多的時間了 所以如果能夠把一些單位 做一些整合 比如說總統跟這個黨 是合在一起的 那麼你至少就可以審掉 一道溝通跟協調的手續 這三個其實不管是遠或近 如果你沒有辦法 把這個溝通跟協調的管道打通 就會發生很多誤解 很多誤判 然後最後就會發生效率不髒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 就是說總統他要兼黨主席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意涵 就是從去年當選之後 很多國民黨內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新生代的 就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國民黨把政權拿回來之後 我們要給民眾看到一個什麼樣的國民黨 我們希望在台灣推動一個什麼樣的政治的改革 就包含總統他也一直在思考說 政黨的責任是什麼 政黨的責任究竟它只是一個選舉的工具 還是應該回歸到至少大家都念過政治學吧 政治學裡頭政黨的責任是什麼 是制定政策 是推薦優秀的人才 是帶領國家往前走 所以我們重新再做這樣的思考 這就是為什麼剛才齊凱你談到說 我們在這一次的縣市長提名 我們重新來思考政黨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也希望能夠改變台灣的政治 這裡面這個原因 連提名考試院跟建察人士 他那時候都已經有不滿 表示他很早就種下一個因子了 對 我同意剛剛哥親講的 就是馬英九這一年在實務運種上 那個是一個關鍵 另外就是在黨務系統他們輔選上面 苗栗的書跟大安區的書 這讓馬英九心頭一震 尤其是那時候蔣乃欣 本來還不想讓馬英九去幫他 這個亮相輔選的 這都是他心頭的一個 爭議點他必須要割除 那我們講說剛剛憲宏說 現在這個拿去跟這個陳水編編 我比較不太認同 我有點感覺是 又回到李登輝那個時代了 那時候李登輝集大權於一身 也是總統兼黨主席 那時候是一個以黨領政的年代 現在你也可以說是 不要講那個黨政平台那麼好聽 現在就是以黨領政的年代 會變成什麼 因為他也要納入這個從政同志進去 以後就是說本黨的黨內 從政同志 大家都變成從政同志了 那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簡單一句就是說 我們常講 國民黨要鞏固領導中心 他就是那個領導中心 就是權力中樞 當然最大權力疾餘生 也有會發生弊病 譬如說最近探討的 馬屁文化你要不要格除一下 還有你對權力的應用 你是不是會太放 以前我們給那個 李登輝有一個封面是怎樣 搏一半變成陰陽臉 就是說你像是一個東方不敗 你可以七次修憲 你有很大的權力 我想國民黨現在四分之三的 一個多數 這個權力運用 這要注意 第二個我們期待馬英九 不外乎是心力跟除幣 心力部分 除了靠行政院也要靠立法院 因為反而要靠立法院來配合 過去好像是馬英九跟府跟院 府是他自己帶領的 因為他們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有幾次是黨跟立法院 這不是那麼完全配合 連劉兆權都踢到鐵板 所以他現在把它急於深 那除幣這個部分 有的時候會碰到司法 就碰到一個陳聰明 就都倒談了 那你現在有幾個地方可以做 你自己對於自己的提名權 你對於你黨內同志 有沒有按底 這個部分你是可以處理的 以及未來立法院政府院長 難道不用改革嗎 你在提名這個部分 難道永遠要讓王金平 當萬年的立法院長 這也是一環 不只是急於縣市長 那另外對於這個 過去什麼陽光法案推動 李慶安的這個事件 在這個部分 總統他用兼黨主席 這樣一個身份 他就可以上下起手了 就不會那麼間接了 包括他之前有個什麼權力中樞 還把部會首長叫進來 不然就是打電話 跟部會首長聯絡 我們也認為說 那個是在憲政體制分 這個雙首長制上面 是有一些漢格的 所以他現在是打通任督二脈 他就可以急於權力於身 但是要負完全的責任 光請你講到重點了 這一次包括什麼 市兆的國營事業的預算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過 就是劉兆潛行政部門 剃到很多鐵板 包括之前 沈醫師提名監裁案的人士 他接著黨主席 他解決這些問題 不是我為了要避嫌 主席你舉了三個 那是各自獨立的分別案子 你可以把它解讀成說是下馬威亞 或是總統的權威沒有辦法貫徹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分野比較不妥當 我是覺得總統見了黨主席以後 他可以著力的四個塊 一個就是黨 他如何處理什麼叫黨 黨機器是什麼 黨中央有什麼用 黨中央有什麼權 第二個是黨團 處理黨跟處理黨團很不一樣的 因為我當過立法委員 這個鳥鳥人十七九鳥 這處無後頭 這個是比較難 我覺得要叫馬英九去處理一下 處無後頭 其實是要有很大的技巧 第三個其實是內政改革 第四個是選舉提名 其實選舉提名可以歸納到 內政改革裡頭 但是因為它比較特殊 而且時間有急迫性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分開來講 但是我覺得提名 現在大家早已的 都是年底的縣市長選舉 但是我必須在這裡提醒 將來不久的將來 各縣市地方議會 地方那些東西 那些比較有夠的 越往南部 越是地方的縣市議員 那個黑底的越多 而且他們平時是靠著國民黨吃飯 但是選舉的時候 去離開 用無黨籍再選 我覺得馬英九如果有膽識的話 我覺得這塊好好處理 他從民間得到的好的回響 效果一定比他想像的大 沈醫師講得很好啊 年底的縣市長 不是只有縣市長提名 包括縣市議員 匯率農料要怎樣 這剛好是一個很好的改革機會 也是最大的挑戰 首先謝謝沈大佬說 立法院的黨團 是處無後頭 還好他不是說搞鬼搞鬼 不過沒有錯啦 因為地方的色彩 各個縣市狀況不一樣 所以城鄉差距 地域差距會很大 你說好像我們國民黨 地方上都很黑 這也不公道 因為我所知道很多民進黨 好像也半斤八糧 但這是整體要一起去改革了 以他數目的比例來講 那當然這不會是半斤八糧 你們半斤 民進黨連一糧都沒有 不止喔 那我現在強調一點就是說 剛才講的就是說 完全執政那方面 因為總統兼黨主席 等於是完全執政的一個現象 接下來要完全負責 前一段時間 如果有人罵馬英九的時候 批判馬英九的時候 好像不會連續批評到國民黨 有人批評到國民黨 罵國民黨 好像跟馬英九也沒什麼關係 好像有個防火牆在中間 那他現在從今而後 那很抱歉 完全負責時代來了 罵國民黨就是罵你馬英九 罵馬英九就是罵國民黨 所以馬英九壓力跟肩膀二很大 那這一點也需要 我相信他也會期待的社會各界 多給他一點建立 多給他一點批評 人民馬上要看嘛 就你接了黨主席之後 你的國營設計的預算 真的馬上就可以過嗎 以後馬英九提名的人 就不能沒有過 更重要的 你不會再無能 對不對 那你的能力要展現在什麼地方 包括除弊啊 你都要展現出來 現在看起來就是他接黨主席 他的魄力在哪裡 現在馬上可以看得到 第一個就是年底的提名嘛 他這所謂 過去所謂黑金人士 或是有暗底再生的 是不是能夠被提名 他以前當法務部長的時候 他是很大刀闊骨的去改變了很多 縣市議員黑金的 尤其是國民黨籍的那一部分 他是大刀闊骨去辦 我相信要他的個性 如果他接這個位子 他應該會很勇敢去面對這個 否則他不可能在最近這幾天 會把台東縣長提名的方式 雲林縣長提名的方式 還有這個 花蓮縣長提名的方式 都已經有開始有一些構思了 我記得在一個月以前 他就開始去思考 所謂傅昆琦 花蓮縣長這個 要不要提名 那時候已經有把他的意志 很清楚告訴大家 所以我覺得 他在這一方面應該會堅持 這是他比較容易 依照他過去的行事風格 跟個性 馬上展現出來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立法院的這一個部分 因為馬上會期就要結束了 下一個會期要去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這個是他能不能統合行政院 跟立法院兩個之間 做好一個溝通的行事 因為我們知道 他除了這個黨主席之外 還有很多的什麼 中常委 中常委 九月份都要改選 他能不能在他的黨機器裡頭 把這些 富有權力的人一起進來 共同去面對 讓他自己有裁決權 跟這個 這個要求的權利 這個很重要 憲華 怎麼樣 以前當法務部長那個青年的馬英九 有破裂的馬英九有回來了嗎 這個 李登輝前總統的時代 他本來就是一個 在他承接了蔣經國時代的格局 那個格局的確是以黨領政 然後很明顯的他的十二年 逐漸把以黨領政變以政領黨 以至於到最後他認為說黨政 應該去一個程度的分離 因為這基本上是民主的道路 你應該這樣走 那所以沒有錯啊 剛剛光琴提到就是說 他現在就是鐵了心 他就是要以黨領政 我不知道 這個也許馬英九完全不同意 他認為他沒有要以黨領政 說不定 可是這個格局看起來就是以黨領政 不就是民主非常大的退步嗎 那你這個 你說要用一個什麼樣的平台 那這個給我一個很古怪的感覺 總統不夠大嗎 黨主席比總統大嗎 為什麼黨主席還需要一個總統 總統還需要黨主席這個位置 他才能遂行呢 我的看法不是 包括你剛剛講那幾樣事情 也許大家不好意思把它講得更清楚 我講得更清楚就是說 你根本自己不溝通嘛 那我要問說 你今天留下這麼多問題 你有多少時間 你真正在面對問題 好憲童有一些質疑 等一下我們請蔡正妍跟孫大謙來回答一下 另外年底的選舉真的 國民黨跟馬英九撐得住嗎 不是只有縣市長提名喔 那些縣市議員有些有暗底的 有黑金的 馬英九真的可以取得掉嗎 他是以前那個青年有魄力的 法務部長馬英九嗎 我們也開完訪問我們聽點聲音 馬上回來